我們看到中印 這兩個國家中國跟印度 就現在有很多的矛盾處 就是這個董軍 他是中國大陸的新任國防部長 他出席在哈薩克舉行的 上河組織防長會議 可是他都跟其他的成員國家的 防長會議都有進行會面 獨獨沒有見到印度的軍方代表 兩個國家還是有嫌隙嗎 我們看到印度的外長就這麼說 他說我們印度的國防部長 辛格他沒有親自參加 我們改派國防部的秘書帶隊 可能就是要表達他赤裸裸的說 表達印度對中國的態度 我覺得不滿意 或者是什麼樣的一個抗議嗎 他特別又講了說 印度不會在邊境的問題上妥協 我們知道中印之間 邊界有一些糾紛 中印雙方還在邊界這邊的糾紛糾纏中 而我們也可以看到包括印度最近也罵了一個人 這個人是大富豪Elon Musk 這個Elon Musk 因為本來他都說要去印度訪問 要拜訪莫迪 可是突然他取消 就是馬斯克突然取消了印度的行程之後 而且突然跑去中國大陸 讓印度的媒體非常的生氣 一般的民眾也覺得很不爽 看到印度的媒體標題就這樣講 他說這是道德低劣或者是純粹 為了生意呢 你說話不算話馬斯克 還是說你只是想要做生意不擇手段 他就譴責馬斯克 我們看到馬斯克現在的身價 在五天之內暴增了1.2兆元 再度超車被阻施 他是Amazon的CEO 為什麼他會暴增呢 這是因為他靠中國滿血復活 我們看到特斯拉渴望在中國 推出全自動輔助駕駛刺激股價 整個大漲飆漲了15% 所以他的股價不斷的漲 馬斯克的身價也漲了 而另外我們再來看看包括印度 印度怎麼看自己 當然別人怎麼看我 以及我怎麼看自己 當然是兩件事情 印度的媒體自己就發佈了這個新聞的報導 他說我們印度的綜合國力 非常的好棒棒 印度的綜合國力評選出來是99.71分 排名世界第一 這是全球第五大經濟體 擁有巨大的市場潛力 經濟實力擁有強大的軍隊 而且有核武 這是來自於印度時報的一個報導 那第二名95.24分 這是俄羅斯 主要是因為產油 那中國是92.07分 是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大國 那有人就這個網路上很多網友就酸他說 哎呀你自己說不算 你自己說自吹自擂 就是說你是亞洲第一 我們講的是亞洲第一 不是全世界 抱歉 這是亞洲的排行榜 印度覺得他第一名 觀眾朋友你覺得這有道理嗎 可能俄羅斯跟中國都不這麼想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看包括印度的情報官 涉嫌涉入美加兩起暗殺案 白宮就說了這是重大情勢 包括印度的情報單位在加拿大還有美國的暗殺行動中 可能有扮演一定的角色 所以他們也在調查這件事情 那另外呢我們看到呢美國的態度是什麼 他直接把他給逮捕了 可是外交上美國對於印度其實還是保持著一定的友善的程度 因為他還是需要交朋友在這個亞洲地區 我們看到印度啊過去在烏俄戰爭中 其實他真的是拿到很多的利多 那時候大家都制裁烏克蘭 制裁俄羅斯不能買俄羅斯的優 可是他才不管買了一大堆 我們看到在四月份 光是四月份他買更多的俄羅斯的石油 可是呢這邊買多了 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他就買少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從伊拉克跟沙國 跟沙烏地阿拉伯進口的石油 從2022年2月俄武戰爭之後 印度一直他就減少對這些石油的買賣 然後搶購俄羅斯石油 所以他很聰明啊 他就買了便宜的油趁機壯大自己 另外我們再來看看澳洲發現了一個間諜巢穴 他說這個我們澳洲情報組織發現了 你印度在我們國家裡面做了一個間諜巢穴 然後我也逮捕庶民印度官員 所以現在印度也對QUAD的同伴出手了嗎 大家互相在諜對諜了嗎 請教亮哥 我覺得印度就是善於把握自己的機會 雖然很多地方像吹牛 可是吹牛坦白說了 英國跟美國也在幫他吹牛 吹了多少年 事實上說印度崛起 即將超過中國了 亞洲第一了 這種牛都不是印度開始吹的 甚至包括經濟學人也幫他吹過 美國的財經媒體更多 所以坦白講 你們既然要幫我吹 我就自己吹 有什麼關係 當然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是亞洲體樣夠大的國家 尤其是人口夠多 美國 英國就是會有一些幻想 覺得印度如果跟中國幹起來 當然可以幹很久 人那麼多對不對 他的GDP也超過三兆了 也迅速現在居於世界第五 所以坦白講也崛起得滿像樣的 當然實質內容我們就不談 可是就是說他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善於把握自己的機會 就是說美國再怎麼樣 在亞洲你即使會做出一些 令人討厭的行為也是要容忍 你看他跟加拿大槓成這樣 對不對 把那個... 那個叫什麼 反正把那個教派的 加拿大席各教 他不是去暗殺 你看美國後來不是一樣不了了之 還是為了地緣政治的利益 超過人權的議題 拜登為什麼對沙烏地阿拉伯沒有這樣 對不對 所以怪不得小沙拉曼很生氣 你對印度這麼縱容 為什麼不對我好一點 所以你就看到小沙拉曼 就跑去中國那邊 我覺得印度就是這樣 就是他讓美國覺得 他是亞洲崛起 然後可以跟日本結盟為二 可以對抗中國的一個聯盟 而且日本也這樣認為 日本也大力在支持印度 是 所以你看就是有時候 你就看到那個跨德 他們也要邀請印度參加 坦白講很遠 對啊 從那個印度洋要過來這邊 這多遠 是 難慢求的 可是反正就是 因為拜登這個人喜歡做大外宣 都大吹牛 就一下就要說AUKUS要擴大 擴的也要擴大 虛張聲勢一番這樣 所以就讓印度抓到了很多機會 事實上這一次俄乌戰爭 大家後來去看到俄羅斯 形成了一個新的經濟圈 主要的國家就是 中國 印度跟土耳其 這三個國家跟俄羅斯的貿易 都暴增 是 都暴增 為什麼西方只懲罰中國 為什麼不去懲罰印度跟土耳其 土耳其還北約的國家 是 土耳其也是一樣 它的地緣位置很特殊 對 大表不甩 他也好像沒什麼譴責印度 土耳其也幾乎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土耳其就卡在黑海前面 是… 俄羅斯的黑海艦隊 如果土耳其 土耳其海峽讓他過來 俄羅斯的黑海峽就到中東了 對 這個是多大的突破 以前就是這樣 土耳其也幫你守著俄羅斯的 黑海艦隊 所以西方也懶得 也不是懶得 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對…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我跟你講 印度已經誇張到 成為俄羅斯原油的 國際打折中心 真的 你知道吧 真的 他就這樣買 然後這樣賣 轉手貿易 轉手貿易就賺差價 已經誇張到這樣 結果你看布林肯去中國 第一個質疑 俄羅斯的軍工領主件 是不是跟你買的 結果人家去查 結果發生在中亞另外一邊 因為有一個國家叫喬治亞 喬治亞最近美國在拉攏 所以他也跟美國做了不少生意 結果轉手一買就賣給俄羅斯 就是這樣 每個國家都在搞這種小遊戲 對 表面上講的是這個垮垮奇談 我跟你講事實上還有好幾個國家 希臘也是 拉脫維亞也是 都在盜賣俄羅斯的石油 你這個美國就只有看到中國 其他都沒看到 這個我們心理學叫做聚光效應 聚光效應 聚光效應 打在中國 就是燈下黑 你只看到下面那個亮的地方 其他你都沒看到 不是 不知道 他就是要搞你中國 對 事實上其他國家也很嚴重 尤其是印度 然後他都 就是好像都沒看到這樣 視而不見 來 請教帥將軍 印度這個國家真的旁邊沒有重大的威脅 印度洋 這邊中國雖然是可以對他威脅 可是一個喜馬拉雅算太高 你知道吧 印度在這個安全的環境下 他隨便他吹吧 但是我們這個觀察印度 是觀察得很仔細 我曾經繞過印度21天 21天我發現他這個貧富差距太大 小的土幫就有300多個 大的這個分裂的組織 你譬如說這個阿薩姆那個幫 省 這跟他也搞不來 系克族在這個龐澤浦 跟他也不見得搞得來 南部的布丹這些 都跟他不見得很和好 那麼我問過印度的華僑 我說為什麼你們的清工業這麼差 民生用品很爛 他說他的錢都花在國防 但是我們是搞國防的 一看他搞國防是 全世界不只是八國聯軍的 他的那個部隊是 真的是什麼武器都有 但是什麼都不精 然後自己製造的 變成國際上的笑話 坐著火車 火車 營運第一天就出事 坐著大橋 大橋崩裂 坐著軍艦 軍艦 兩年沒有飛機 所以這個國家很有意思 你知道他吹起來的很那個 因為美國現在要邋遢嘛 因為美國看他是 將來影響中國大陸 一帶一路到印度洋那一帶 可能會產生作用 可是印度的海軍又不爭氣 你要想攔截這個 一帶一路的海上思路的話 你海軍應該要整艦得差不多 我想中國大陸 慢慢把軍港 吉布地 雲囊的基地建起來以後 印度的海軍拿他沒辦法 當初逞越戰爭的 很快就把越南山上的部隊打垮 照理講再往下打 就是印度的首都了 一馬平川 中國大陸考慮就算了 不要陷入人口的泥沼 因為我翻過喜馬拉雅山的 後勤補給也很長 但是你要在邊界真的去跳腳 印度一點勝算都沒有 所以這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他躲在一個 地理環境很安全的下面 隨他吹吧 這實際的影響是沒有的 這個國家 總性制度分成四等人了 人口雖然多 能夠發揮的力量就還是少 你是第三等人 第四等人 你輸得再好 你沒有發展 所以印度人跑到國外去 當CEO的很多 因為回到國內 身分不對 階級不對 你就沒有發展 你看大陸有海歸派 印度很少海歸派 印度很少 那他總性制度 他寧願在新加坡賺錢 新加坡很多印度人賺很多錢 在歐洲 在美國賺錢 他不願意回去 不願意回去的原因是什麼 你的等級是這問題 就總性制度 總性制度 你是建民 你根本連人家影子都不能踩 你是第三等人 你沒有機會在公務機關服務 翻不了身 所以印度這國家 我是相當看不起的 我說 這樣好嗎 連印度菜我都懶得吃 印度菜 我要講幾句話 印度菜還不錯吃 什麼不錯吃 我的給他結論是 雞肉雞肉 nothing but chicken 而且很老 除了雞肉 沒有別的 我為了吃一頓飽飯 跑麥當勞 點個牛肉漢堡 結果還是雞肉 我的天 你沒有卸肚子 沒有卸 我也去過印度 印度的確 就是每一個人的評價不一樣 很容易卸肚子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這個是不一樣的評價 來 請教賓哥 怎麼看 我要跟帥將軍報告一下 其實印度大部分地方是吃素的 他連雞肉都沒有 是 吃鹽料養 一個芭蕉葉 紅的粉 黃的粉 藍的粉 然後一坨米飯 對 我說你是畫畫 很鮮豔 這當然是口味個人的問題 但是印度 這個國家真的是一個非常要面子的國家 所以馬斯克爽約了 放鳥了 莫迪 印度就整個超不爽 可是實際上 第一個 馬斯克他在商言商 他當然要趕快去鞏固 對他來講 最有前景的市場 而且中國大陸也給他一個大餅 因為我不知道中國大陸 是不是真的要給他 假的要給他 因為據說數據 自動駕駛數據 讓他可以帶走 我覺得我是存疑 這中間應該有什麼監管機制 不然的話 特斯拉在全中國各地滿街跑 然後把所有數據送回去 我不太相信中共大陸會做這種事 我覺得應該有其他的問題 外交 但是我覺得重點是在於什麼 重點在於馬斯克本來要去 印度投資的 現在其實也還在談 我其實是一直希望 馬斯克去印度投資 你要他去投資 他就知道印度是怎麼回事 因為所有外國的大企業 去印度投資 到最後都知道那邊的狀況 包括我們台灣很多企業 在那邊投資 現在出現很大的問題 因為那邊的制度是 印度表面上叫做自由民主國家 可是實際上他很多東西 那種規矩還是中世紀 時代的那種 所以你企業要在那個地方 光是能夠生存下來 能夠適應他的社會 本身就是一個滿困難的事情 至於印度喜歡說他亞洲第一 我覺得他客氣了 你可以去跟火星比 火星沒有一個國家打得贏你 你相信 我絕對相信這件事情 講這種東西其實沒有意義 印度是一個人口很多 天然資源很多的地方 但是問題是 你自己內部問題這麼多的時候 請問一下你怎麼向外發展 何況 雖然他在印度洋理論上來講 沒有什麼太大的敵手 可是他旁邊就有一個巴基斯坦 跟他互相牽制 這個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問題的開始 我前一陣子還看到有預言家 包括一些什麼印度神童也好 或是那個 或是那個什麼英國的預言家也好 說未來幾年巴基斯坦 可能會跟印度結合 重新統一變一個國家 基本上我是不太相信 這種事 因為雙方的仇結得太深了 而且那不是單純 單純仇喚的問題 還有宗教文化 種族上面的差距 我個人認為這是很難的 所以印度 他可能把中共大陸當假想目標 持續往前進是可以 你說他在十年 甚至二十年之內 你說他能夠追上 不要說是追上大陸 能夠追到大陸今天這個規模 我都不太相信 美中對抗有實力是誰呢 互相制裁來制裁去 圍堵來圍堵去 是美中在經濟這一塊 目前的現況 北美石墨礦商遊說美國 要對中國石墨產品 加增25%的關稅 就是說你石墨進不來嗎 這是將在5月決定的 列入301條款的關稅清單 大家都笑了是為什麼 是因為中國不是2023 12月1號開始 就已經禁止石墨出口了嗎 他是已經禁止出口 根本不會進到美國去 現在你才要加25%的關稅 是在做什麼 做個表面 做功課 做功課 好 可能有他的目的 我們大家姑且來看之 但其實在寧波海關 還被發現 一個特種石墨走私的大案子 走私去哪裡 就是要走私去國外美國嗎 因為這種物資對於戰略上來講 非常重要 石墨被嚴格管制 可以用來做什麼超音速隱形戰機 或者製造導彈隔熱防護層等等 是一個軍事上非常重要的 一個原物料 所以才會禁止去美國 互相在對抗裡成為一個利器 現在到底美國的避免 說要禁止加關稅 問題是根本就不出口到那裡去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美國準備說要 傳出來跟菲律賓結盟幹嘛 主導中國的 中國主導的鑣市場要來控制 這個美菲討論如何阻止 一直由中國大陸 在把東南亞這邊的鑣加工 主要的掌握權握在手上 那麼根據透露說 準備要從菲律賓提供鑣原料 美國提供資金 日 韓 澳這幾個好朋友 一起提供精煉技術 不讓中國去提煉了 目前菲律賓政府跟白宮 都還沒有立刻回應 但是以中國大陸 這個提煉的技術來講 甘肅這裡 耗資千萬可以打造 無人車去挖礦 是中國的孽都 產量全球第二 用在電池 電動車 航太 軍工產業 都是很重要的一個來源 當然菲律賓的採礦技術 有沒有辦法其他人 因為各種軍事跟 國際平衡的道理 想要去把它取代掉 菲律賓可能有沒有辦法做到 大家也觀察 但被說是白色黃金的鋰礦戰爭 因為它太重要了 這樣子 電池有沒有做到 可以影響世界的電池市場的 所以美國是不是在 南美的玻利維亞 阿根廷之利這些地方 的礦償量跟儲存量 被稱為鋰三角支撐 或者是在中國的鋰三角的 礦財的能力 是不是影響了美國 在這一塊未來的發展 被說落居下風才成為現在急著 要從其他管道來阻止取得平衡的原因 那麼中美的對抗裡頭 包括像王毅去見了阿根廷外長 承諾公開表示 會建立更穩定的經濟關係 這個戰略夥伴 叫做關係十年的加強溝通 拓展合作 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那麼接下來外長也會在訪中 阿根廷跟中國大陸的合作顯然越來越多 同時卻也發生 本來剛剛上任的這位總統米雷伊亞 他的各種改革卻被勞工抗議 昨天他們也一樣是五月勞動節 非常多的勞工上街去抗議 看看現場的畫面 從後面來看到這個人數是比我們台灣這裡多 抗議的情況也激烈很多 也就是說他的各種勞工改革政策 現在反而讓他的政權有點岌岌可危 影響了他的民意基礎 那不只是阿根廷 美國的堅定的盟友之外 在中南美洲這裡也同樣發生了狀況 美國議員說要加勒比海地區 要對中國採取行動 敲響警鐘不可以再沉默了 包括因為中國大陸廣泛的參與安地卡島 這些相關的事件 美國議員強調反中 尤其現在大選當頭 要阻止中國在加勒比海跟拉丁美洲 快速增加的影響力 這個是由美國的中議員拉甲所說的 各種貸款 外交 贈款這種項目 有戰略意義的地區來進軍 美國要接招 阻止他們 而拜登的美洲事務特別顧問說 對於中國經濟影響力的擔憂 讓美國很多通過立法 跟拉丁美洲國家 達成更多的自貿協定 阻止得了嗎 恐怕很難 但他可以阻止日本 岸田文雄剛從美國訪問回來 結果國內的補選就大敗 然後加上自己的民調數字 也不見起色 他接下來要去訪問法國 南美洲 被說這個報導裡面特別強調說 包括訪問法國 巴西 巴拉圭的訪問 都是要加強跟南美洲的經濟關係 阻止拉美兩國向中國傾斜 岸田文雄可以達到這個 非常不可能的任務嗎 亮哥 有些動作就是虛張聲勢 我們用鎳做例子 鎳礦的就是原礦出口 因為印尼在2020年就禁止了 印尼的鎳礦的產量是37%全球 菲律賓是14% 因為印尼禁止出口 所以鎳礦原石的出口就是菲律賓 那菲律賓90%都是出口到中國 好 那假設你說 你不要送到中國禁煉 我來幫你禁煉 那美國你也要拿出本事 因為這個產業在美國早就不見了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講這個話 那你是要整個重來是不是 就好比美國說 我們造船業要抵制中國 那你恢復造船業看看 所以我說有些話 因為他現在就是抗中 先抗中拿到票再說 因為11月要投票 那到底能不能做 那請問菲律賓的礦石要賣去哪裡 難道放在菲律賓嗎 那美國要來菲律賓蓋紀念廠嗎 或者說他要把日本跟澳大利亞叫進來 那請問紀念廠要蓋在哪裡 你以為紀念廠一年就可以蓋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講一講是可以 那我就把結構告訴你 那事實上中國大陸為了要取得印尼 因為印尼當然希望人家來投資 所以捏的金鍊廠也是中國投資最多 可是就在印尼 那印尼在你金鍊之後就可以出口了 可是原礦物不能出口 其實這個策略是對的 所以中國大陸就說 那我就去你那邊設 所以真正的本事是 你能不能蓋出有效的金鍊廠 那你的需求有那麼大嗎 那最終市場在哪裡 最終市場還是在中國 因為不鏽鋼他還是第一名 所以我說這裡面有環環相扣的部分 就是中國還是最後的買家 就像鋰礦一樣 中國為什麼要去買鋰礦 因為他電動車 電動車電池也是第一 所以就是他有市場的邏輯在 並不是都是你美國 就是我看不順眼 我要整你 問題是你怎麼整 整了之後你弄了那個 要符合市場的結構 不然你到時候就是一團亂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就聽了 進入我的耳朵了 我就做一個筆記了 再過半年我再來看看這樣 就是你美國到底做到哪裡了 所以因為美國也說 稀土他要建立金鍊廠 到現在都沒看到 他是鼓勵很多地方採稀土 可是那是礦 那跟金鍊廠還是不一樣 那至於這個阿根廷 我還是覺得巴西的魯拉 最有遠見 因為阿根廷剛當選的時候就是 要跟中國對抗 要跟巴西對抗 巴西總統就說不要理他 一年後再來看看 我覺得這個真有智慧 一年後再看看 快下台了 所以王毅 王毅禮貌上去見他的外長 可是中國不會很當真 因為他太不穩定了 他還幻想要把阿根廷的貨幣消滅 要去換美元 美國哪敢把美元拿給你用 你去跟美國簽本幣互換協定看看 看能不能簽得出來 現在全世界沒有人敢用阿根廷的貨幣 真是個狂人 所以不知道他要幹嘛 所以我覺得魯拉講得很對 就讓子彈飛一飛 看你到底要搞到哪裡去 所以我是覺得 這沒辦法 這個世界上幻想的人很多 大家再看一看 就是看一兩年會比較準確 最終勝利的人一定是 穩步向前 步步累積自己的本事這樣的國家 看一兩年 岸田文雄還有沒有一兩年 恐怕時間也不多了 教授 我這個開始 好 我就講 首先我要講這個情況當中 就是有關於 昨天的金融時報當中 登了一篇2001年的經濟獎的得主 叫做Stiglitz 他就說了 講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實話 就是說 美國對於中國的策略 最主要的原因 失誤很多 剛剛亮哥提到很多美國的策略 聽聽就好什麼的 為什麼做這麼多錯誤的失誤 就是美國根本沒有想到 中國的本身做的事情 是這樣子的做法 就是非常穩扎穩打 科技的發展 各方面來講 產生的一個效果 意料之外 我覺得非常仔細的看著這篇文章 我就會覺得說 對 你也看到 就是說所謂的 就是美國完全想不到 中國是這樣子 我覺得 Stiglitz他沒有說出來的觀念 美國基本上把 除了美國也要國家 通通想著菲律賓你知道嗎 就是美國認為 中國其實也跟菲律賓差不多 地理位置也接近 他會覺得說 日本 韓國 其實美國人非常驕傲的 在這種情況下 覺得美國沒有搞不倒的人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發覺說 他整個思路上是有錯誤 所以在這種情況來講 就是 誤判了 誤判的情勢 因為你這個 不是只有說有礦就可以的 前一陣子講到外蒙古的 什麼稀土 也不了了之 現在講到菲律賓的話 不了了之 你一個精煉的工廠都不存在的話 你怎麼樣做 另外講到鋰礦的時候 我就是強調 這個鋰礦很特別 南美洲是ABC 但是沒有87 那個B是菲律賓 這個是世界上最大的 三個鋰礦的國家 在那個區域當中整體來講 佔了大概60%以上的鋰 因為大陸本身的新三樣裡面 包含了鋰電池 那個鋰礦 所以說它一定要掌握住 這個鋰礦的話 大陸的話 對於菲律賓沒有問題 對於智力沒有問題 現在這個阿根廷的話 原來的話 是一帶一路相互相攻擊 阿根廷為什麼經濟沒有 這一次就沒有這個垮台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拿了人民幣換了美元 而且事實上 他們的外交部長還 在米萊上台之前 還表達了謝意 結果現在謝了 米萊講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中國也不要退出 馬上第一件事情 就退出一帶一路 這個退出了 對大國來講非常惱火 現在米萊的情況來講的話 米萊是我們哲學中所謂的 就是極端的自由主義分子 這個極端到你簡直是不能想像的地步 除了廢紙 阿根廷的貨幣以外 另外更重要講說 每一個人都有出賣自己的器官的權利 在這種情況下 那你更不要說是其他的事情了 所以你要了解阿根廷本身 為什麼一個很富裕的國家 大家知道阿根廷為什麼叫阿建廷 阿建廷就是銀子 阿根廷是在物產非常非常豐富的國家 以前在這個二十大戰之前的 阿根廷的物產豐富 是跟法國同等級的 現在落到全世界最慘140幾名 全世界才不過180個國家 非常慘的情況下 阿根廷是最白的國家 在這種情況下 阿根廷現在要想改變的話 我覺得大陸基本上的話 這個米萊的不穩定的程度 是沒有辦法伺候的 所以基本上就不會理他的 是 那委員怎麼看日本的角色 如果這個裏礦 涅礦 我們自己沒有辦法處理的話 叫我日本 韓國 澳洲 幫我來清煉就好了 那或者這個南美洲 要暗體委員會幫他出訪 要控制抗中的腳步嗎 我這樣子 所有的問題 我們把它歸結到一個 比較上層的架構來看的話 就是實力所建構出來的信心 美國現在出現了什麼情況 就是因為實力的下墜 所以他執見了失去的信心 在失去信心的時候 就開始亂 亂錢 然後中國大陸 他因為實力的上漲 慢慢重拾了信心 所以這個時候就出現了 有一種人就跟對路 有一種人就出亂招 從黑路 台灣就出亂招 福利賓這個也是標準的 標準的出亂招 很簡單 你只要看東協 菲律賓是東協滿重要的國家 可是整個東協的步 跟菲律賓是不一致的 菲律賓例外 菲律賓變例外 例外的結果 是美國能撐住你 或者你必須跟東協同步調 你才活得下去 這個太簡單的道理跟邏輯 菲律賓人不懂嗎 政客不懂嗎 他們都懂 但是眼前的利益可能是更重要 所以不管內況也好 里況也好 大家吹牛了大半天 所有的國家都在吹牛的時候 只有一個國家叫中國 什麼東西就慢慢一步一步的來 今天內況也好 里況也好 還有稀土也好 現在誰的產量最大 誰控制的最多 就是這種 美國 美國最憑了一張嘴 那能做得出來嗎 因為過去他沒有一個對手叫中共 對 就是判斷錯誤 就是這麼簡單 過去他的對手就是那幾咖 對 其中有一咖 就是您提到的叫日本 日本在國際上有什麼能見度 我這句話我再講了好幾次 在中國還沒有結起 正在結起的那個改革開放剛開 的那一段過程裡面 只要在亞洲召開了 任何的國際性的活動 跟記者會的時候 所有的國際記者 沒有人願意跑日本場 為什麼 不用去 美國怎麼說他們怎麼幹嘛 我去跑日本場看看 那時候最喜歡跑了兩個 一個就是馬哈地的場 因為這個老師 因為出什麼怪獸你不知道 所以大家很期待 第二個 中國正在結起中 所以他是被關注的 那麼日本今天已經輪流到什麼程度 以前是老二 這個老二現在變老三 老三今天變老四 不小心阿三會贏過他你知道嗎 有一天阿三贏過日本的時候 日本會垂心 真的會垂 因為二次大戰後的歷史發展 日本怎麼想都沒有想到 有一天他會輸給了印度 對 他會輸給了德國堂或誰 印度的目標是2027超過日本 這個遲早是已經很多人認為了 所以日本他的歷史 二次大戰結束 他怎麼想 他起來的時候 他怎麼想都不會想 有一天我會要跟印度比 當有一天淪落到印度比的時候 對日本的衝擊打擊有多大 那也是受害於美國的管制措施 很簡單 因為他是美國的一部分 殖民地 他是美國的一部分 他有什麼助主權 他沒有任何的助權 所以他現在氣跑 美國說你代替我跑 沒有人相信他代替美國跑 因為他講的不算數 美國講的才算數